大家準備好了嗎? 可以放心 古天樂、張智霖、鄭家榮等人 今日出席電影歐風暴慶功 慶祝上映短短幾天就破千萬票房 這次故事不止過足氣隱 還過足駕車隱 因為我自己很少機會駕車 其實沒有機會駕車 所以通常拍駕車戲份都是 我都要求導演給我自己駕車 動作戲份都是因為他們 因為現在保護措施做得很好 以前威也真的是一條鋼絲 現在是一條大纜糧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安全 所以盡量做都是自己做 因為他們都會有時候擔心 雖然安全措施是做足 但意外有時候都是會發生的 但我們都要求自己做回去 早幾天國庫城就在迪士尼 為女女一歲生日開party 張智霖也有帶美女和魔童去 但魔童就好像覺得很無聊 怎麼玩啊 我們現在這個年齡很尷尬 他對任何年代都有帶高 我告訴你 他對我們有帶高 他對小一點也有帶高 現在是最難搞的年紀 所以他說的話不用理他 另外最近鄭家榮 就和一班鐵馬尋橋的兄弟 吃飯補足生日 唐詩詠就說一年結一個 下屁不知道誰 大家當然是猜馬鳴和心詠 家榮做大哥的又有沒有給壓力呢 這些東西哪有壓力的 他媽媽都給不了壓力 何況我自己搞定 大人 我覺得他們有分算 是時機而已 時機到了 那些東西你會明白的 哈哈